老公生日要到啦 所以我特意去师傅的家里订制一个蛋糕给他个惊喜 一开始先秤这个奶油然后搅拌 再接下来就加这个chocolate essence 再放这个chocolate powder 搅拌均匀过后呢就放入烤盘 整一整让它气泡出来 然后直接放入烤箱 好了 香喷喷的chocolate味飘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测量这个奶油 然后加热等待起泡 直接倒入这个chocolate 等待稍微有点凝固 可以铺在蛋糕上面一层 揉捏翻糖程序开启 需要准备的颜色需要红色蓝色和黑色 再把那个button填上符号 符号画完啦 接下来就是把蛋糕切成想要的形状和厚度 炫好了再放进去nitano 过后呢再铺上一层蛋糕加上奶油 那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放在蛋糕上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nitano方糖蛋糕 就搞定啦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的蛋糕师傅Jesse 而且我非常期待老公看到蛋糕的反应哦 就不要动了 然后再次用一个刷子 然后再打开 我们去看下一步